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我是五国贵医师 我们知道退化性膝关节炎 大多数是因为病有在年轻的时候 因为工作太辛劳、负重过大 或者是长时间进行较为激烈的运动所导致 所以通常膝关节炎是两边一起退化 比较少是单边退化而另外一边是完全正常的情况 而临床上我们也确实发现 大约有三分之一到五分之一的病患 是需要同时进行两侧的膝关节炎换术的 因此病友们常常会问 应该一次开边比较好 还是必其功于义 一次把两边的关节都进行维修 我们先说一下结论 若是身体的状况允许 同时进行两边的膝关节炎换 会是比较好的做法 那到底两者差异主要为何呢 以下我来一一分析给大家听 首先 一次自换一边的人工膝关节 手术大约只需要一个小时之内的时间 术后则是大概住院三到四天左右就可以出院了 在手术后的第一天 通常可能会有些许的不适感 不过现在有许多的止痛药物可以控制疼痛 因此不需太过担心 而在术后平均经过六到十二周的修养与复健 功能也可以恢复到接近正常 但一次开边的人工膝关节 缺点是到下一次开另外一只脚的时候 就需要再经历一次六到十二周的恢复时间 而且在两次手术中间的间隔期 也需要忍受另外一只脚的疼痛与变形的情况 而若选择同时开两边 手术时间大概两个小时 住院的部分则是需要多住一到两天左右 也就是四到五天 相对于开一边的人工膝关节 虽然整体时间较长 但其实并没有差太多 而大家最担心的术后疼痛与风险 其实开两边与开一边的疼痛感 以及手术的风险都是差不多的 除非你有心脏病 中风 肺酸塞等病时 则风险才会提高 另外呢 由于一次开两边 只需要进行一次的麻醉与手术 因此整体的手术风险其实更低 术后也不需要经历两次的恢复期 整体而言 若经过医师判断 需要进行两侧的人工膝关节致患手术 如果身体状况没有太大的问题 加上麻醉医师评估是低风险 我们会建议 可以同时进行两边的人工膝关节致患 整体治疗会比较有效率 尤其在台北荣总关节重建科进行手术 因为医师们的手术技术都非常的成熟 而且速度快 加上麻醉医师与手术后护理团队的照护 也都非常有经验 因此您可以放心地接受治疗 我是台北荣总关节重建科主任 吴红归医师 祝您健康 平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